今天就叫小嘎来为大家介绍这个STAC款2023年最新的KING SEX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US 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那小刚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2023年金工最新发布 这个金工王这个King SEX最新一代的 那什么叫最新一代呢 因为他好早两年他当然也推出过这个新的King SEX 那时候是一个37mm的 那今天2023年他推出的是一个39mm的 那当然在一些规格跟细节上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分别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影片你可以看到最右边的这一支是37mm 也是刚刚所推出这个限量版的这个King SEX 他的整个表盘你看他是有特别的那个图案那个印花 而且是限量版的 全新2023年的这个金工之王这个King SEX 他是一个39mm的一个尺寸 他这个表颗 这个表颈 这个表颈 他表额到表额 这个Lug to Lug 他是大概在一个46mm左右 这边小刚就来提一提 他厚度他虽然表颗 比之前37mm大了2mm 可是竟然好奇的 惊喜的 他的厚度竟然小刚去测量 他是比37mm来的更薄 那是薄了一点点 大概在一个12mm左右的这个厚度 这个让我觉得做的非常的棒 那King SEX作为金工里面非常经典的这个系列 当然还是一张有他这个非常有美学工艺的这个多角度切面的这个平头的这个表额 那再来就是多角度的这个抛光打磨 所以你整个表尤其是他配了这个钢链 那你戴上手 或是你拿在手上把玩的时候 给人感觉你看下去 就觉得那个表又带 防中带圆这样子 这款表呢 戴在手上了 King SEX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识别度 那你远远看哦 这支表一看就知道 那这个带的就是King SEX 那这一次小刚要提一提 这个那之前他是没有出过这个奶白盘的 那奶白盘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纹路 也是稍微比较有特色的 那这个就真的是跟以前 古董的那种King SEX也是一样出过这个表盘 那这个奶白的这个表盘呢 他是你会看到他有那种拉丝纹的 这个做的非常的有特色 另外两款呢 那绿盘跟这个蓝盘呢 他个别就用了这个放射纹的这个效果 就是这种类似Sunburst的这种Effect 而且最新这一款39mm 你可以看到他表盘是著名的 Automatic 3Ds 这一点突然间给小刚 就觉得他有一种好像瑞士表的那种风格 那个表盘的设计 那在那边小刚就要特别提一提 讲一讲这一款奶白色的这个型号 SEQUO那个字哦 小刚放大去看哦 那个SEQUO的那个logo 其实他是做了这个镜面抛光的哦 那在蓝盘跟绿盘这一款 他的那个进攻SEQUO的那个logo 他就是做了这个雾面的处理的哦 那这一次我个人觉得这个奶白就奶黄的这一款哦 哇真的是戴在手上啊 非常有那经典这个KINGSEQUO的那个味道哦 KINGSEQUO也是目前在进攻里面属于一个中高端的一个系列哦 所以当然他的那个整体的做工啊 从内到外哦都是有比较高的一个规格 你进攻的这一种SUPER HARD COATING 就然后还有这个蓝宝石镜面啊 做了这个防眩镀膜处理了 这个anti-reflective的这个COATING啊 而且防水也是高达100米的哦 这一次要提提他的这个机性哦 那他不是用这个6R31 他是改用的这个6R55哦 就是6R55 这个新型号的这个机性呢 他把那个他的这个动力储存啊 拉高到去72个小时 那72个小时之前的呢 其实之前已经有70个小时 他其实他只多了两个小时的这个储存动力哦 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 机性的型号 叫目前新的这个机性型号 叫6R55哦 就是6R55哦 那来到表背的部分呢 你会看到啊 不论是37mm也好 或是39mm都好 他这个表背的设计 所以都是让有这个King Seco 非常经典的这个logo 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来到K&L Milberi Seco 不会找我们都